这是去年7月份 我第一次对着镜头讲话的样子 超呆的对吧 这是现在的我 也是过了这么久我才发现 对着镜头说话这件事 对我来说终于不再是一个负担了 当时要花三四个小时录制的视频 现在一个小时就能搞定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二十多条视频的锻炼下 这个变化还是挺让我惊讶的 如果你也想录视频 不管是出于工作还是记录生活 总之需要对着镜头说话 但是每次一旦你按了那个录制键 红灯开始闪烁 对着空洞的镜头 你就会感觉很不自在 脑袋瞬间一片空白 好像很简单的话都说不顺口 经常尴尬的脚趾抠地 如果你因此犹豫 还要不要继续 或者因为太难受 想跳过这个环节 只去拍点别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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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放弃 我只想告诉你 这件事只要你开始做了 就一定不会后悔 OK说点前情提要 我一直在筹备自己的一套线上课程 就是关于海外影视留学作品集的 因为我自己毕业的院校还不错 而且之前上司课 也带很多同学 申请到了他们想去的电影学院 但说实话 我不想一直做这个事情 因为当老师不是我的梦想所在 就我想做自己的内容 所以我就想转化一下 我去年也尝试了拍了几条自己的片子 就是这个事情带给我的成就感 非常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就想做一套这种线上课程 算是能连接我之前的工作和我理想中的工作 既可以不让之前的那些技能知识 拜拜浪费掉 又可以锻炼到新的想要掌握的技能 比如说这样对着镜头讲话 但是呢 线上课程因为是一套完整的这个产品吧 所以它的时间跨度就非常长 会出现这种 今年四月份才能发去年七月份录制的视频 这种情况 那我现在在看自己录的第一条视频 会觉得挺尬的 很不满意 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很努力 我觉得已经做到我能做的最好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觉得 嗯 差点意思 但是呢 我就想到之前听到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不对你自己的第一个产品 感到embarrassed 感到很尴尬的话呢 那可能就代表你发布的时间太晚了 所以呢 就是你不可能等到所有事情 近山近美了 才去按那个上传键 虽然有点尴尬 但是总体来说我还是觉得挺好的 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自己的进步 那我分享一下这一年对着镜头讲话 给我带来的影响 第一点就是感觉变得更自信 更从容了 像我一开始对着镜头说话 是做得比比之时的 然后念提字戏 面无表情 眼神也非常的空洞 因为一直在看那个词 但是现在会变得松弛很多 觉得很自然 而且会加入很多的这种肢体语言 其实 这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事情 但是现在在看两个片子的对比 这一点就会比较强烈 第二点就是更容易去记录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事情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想法比较多 我的生活也算是比较精彩的一个人 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记录过 去年发的内蒙古旅游那个视频 是我发的第一条视频 也是因为好好做了那条视频 好好去记录了 所以那趟旅程才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 深入内心 像对着镜头讲话 也是记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不是因为我旅行之前 已经录了几堂线上课的话 可能当时就会拘谨很多 现在我已经能随时随地的 在人很多的地方对着镜头说话拍摄 这样没有人敢我 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多在那些特殊的场合 进行这样的录制 因为如果都是在自己的家里 当然会比较轻松 但是那些地方之所以让你不自在 是因为你很陌生 你很陌生的是因为 你很难去到那样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那些场景 那些当下更值得被记录呢 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女生的视频 就是她隔空和十年前的自己对话 这么一个形式 我觉得冲击力非常的强 因为十年前的她就已经拿着相机 开始记录自己当下的一些想法 问未来的自己一些问题 所以十年后的她才能重新拿着相机 回应当时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同时呢也觉得挺可惜的 如果我十年前就能拿着相机 记录自己的生活 会不会生活更有痕迹呢 再者是我发现一个事情 只有你开始做了 你才能知道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 像我一开始就是对着一个大的提词心念词 后来呢我加入过自己的停顿 表情 肢体语言 现在虽然我还是会提前把要说的词先写下来 但是不会再用提词器了 虽然会录很多遍啊 但是整体看下来还是会自然很多 后期呢我希望自己能像Casey那种 真正拍Vlog的YouTuber一样 可以随时随地地记录自己的生活 不需要彩排 都是一条过 等我到了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 再跟你们分享 如果你也想开始尝试的话 我建议你今天就开始 因为没什么好等的 如果你一开始就能把镜头当你一个好朋友 很自如地对他说话的话 那你真的天赋一柄 如果你一开始跟我一样 身体僵硬做得比直 目光呆滞的话 那也很自然 你会发现自己的变化 很快 因为你一直在记录 你就会发现自己进步神速 一会儿 你会发现自己的变化 好 好 你会发现自己的变化